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便秘型的肥胖者效果更明显 刮痧减肥的第二步是刮代脉学 代脉学可以从夜前画一条竖线 再从肚脐眼画一条水平线 交叉点就是代脉学 代脉学可以调理各条经络 增加胃肠的蠕动 还具有消质的作用 次数也以每侧刮100到200下左右 刮痧时间以饭后半个小时为意 刮痧减肥的第三步是刮风拢学 风拢学它位于小腿正中间 从外裸到裹横纹16寸 风拢学在外裸肩上8寸 颈骨盘开两指的位置 从上往下刮是风拢学 风拢学就什么样的功效呢 它是属于胃经上的鞋位 别走于皮筋 调理脾胃 健脾去湿 消痰化脂的作用 刮痧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撞汗的身体比较壮 症状比较偏实一些 刮痧的力度可以重一些 大一些 对于久病年老的人 对于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康复 具有很好的配合作用 手法力度要相对的轻一些 对于严重的心脏病人 要禁止刮痧 对于孕妇的腹部和腰底部 也是严格禁止刮痧的 有些人说了 悬尾找的不准确 会不会影响刮痧的效果呢 刮痧是一个简单 方便又安全的方法 因为对于悬尾的要求 没有那么严格 只要大体找到悬尾的位置 效果就能发挥到很好了 寻经走旋刮痧法 比单纯的悬尾按摩 要效果更加的好 因此大家可以放心的在家 进行悬区的刮痧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 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同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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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